为了能与场铁材取得沟通 我们在场外调节的当天 陪同陈阿姨在家里一直等候丈夫 希望能够在她的身上进一步找到矛盾根源 儿子弄丢了自己多年的积蓄 按道理说 所有的怒气应该发在孩子身上 可是长铁材为何会这样冷漠地对待老伴 难道还有别的什么原因 让他如此反感自己的老伴吗 长铭命居然是捡回来的孩子 长铁材到处的引擎让我们颇为惊讶 难道这才是他要与陈阿姨 与陈阿姨绝利的真实原因吗 而据周围人说 在二十三年前 第一个捡到孩子的并不是陈永新 而是长铁材哥哥 长铁权 为此我们找到了长铁材哥哥 我在干活的三队 我成毛地名 毛一百五地 然后拉散干活 可能一年底 有个大时不够找 一个底线 完了 干活就冷不来了 冷了 外头挖一下 大概一天就找 不定有没有人 所以我 我说他要 通过单位 根据长铁财哥哥的说法 当时收养冥冥 是一家人的意见 现在为了这个孩子 已经年迈的夫妇 却要离婚 说到最近 丈夫对自己的冷淡 说到孩子的身世 伤心的陈荣勤 拿出一套破旧的被褥 这个是 这就是当初 包括他那个 这条痰的那个味 所以他那条毛的 这是他的 这一点肉不大 这当初 包他的东西 捡到食物 我这件衣服 现在都 十时候 年车多了 就这样 这一小麻将 咋也没有 包他就是 搞到游泳 看一个旅行兜来的 现在看着 我也在心说 为什么看着 他这孩子 没有这么苦呢 不能说 在这七八十 我就亲了 这么大的 这个恨 妈就为他唯一的 啊 连他这一我一的 也是他这些年 我还坚持到现在 原因 我还坚持跟他在一起 就这这 有这些东西 永远在我眼前 他在小时呢 动得水难得 他也不知道呢 要酸到这个啥子 方看着珍藏了 二十三年的被褥 陈荣晴 感慨万千 谁能想到 二十三年后 这被褥里裹着的婴儿 改变了他的一生 甚至是 他宝贵的婚姻 面对丈夫 必须在他和明明 直接二写一的 强硬态度 陈荣晴 又将何举何从 那么 根据长铁圣所说 当年抱回戏婴 真的是因为陈荣晴 只是想要个儿子吗